开着环保车每个月一次 慈禧志工定期到花莲同门关怀 孩子好吗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加油啦 越来越漂亮 志工送上关怀物资 协助许小姐的生活 她因为女儿有轻微的精神疾病 先生又是糖尿病 一个人要照顾整个家庭 非常辛苦 帮助我送物资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回馈的心 还要就是做这个 心理比较那个 就是做功德心 做守心乡下的人 把环保整理好放在庭院 志工每个月来就可以顺便载走 他们自己能够主动的 去做这个环保分类的回收 这个精神我们就很感动 他愿意又把它来给我们慈祭 那这一份的心意 我们更要感恩 社区的人邻居来 谢谢 好 客气 慈祭志工也借此机会 爱家爱户宣导 请大家务必减少使用塑胶制品 清静在源头来爱户地球 大约新闻 产生产美志工叶朝庆 花联报道 mae就给美志工叶相补 Wolf